保副市长 你的建议是 保副市长 这是救命的问题 只有切断感染源 才能将危机降到最低 也就是 唯有将这一千多个人 完全彻底的隔离 才能保护 两百六三万台北市民的安全 许局长 你的意思是 我国的病人 都有游走医院的习惯 如果不封院 这些病人 到了其他的医院就诊 很可能会造成 其他医院的院内感染 还有 你们听好了 人快不能慢 一定要迅速行动 那好 就照大家的意思去做吧